你幹什麼? 我們要先打我 你幹什麼打我? 你不要打我 你幹什麼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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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報警 我這麼有意識的 我想問兩位是誰? 你幹什麼打我? 你幹什麼? 我想問兩位是警察還是誰? 我會走一邊 我想問你們兩個是誰? 我想問你們兩個是誰? 你們兩個是誰? 警察啊! 我會走一邊 慢慢來 慢慢來 放我 放我 放他們 放他們 看著他們 看著他們 感覺到有一個黑色很高大 黑色衣服很高大 就行馬上加速 撞台下我手機 撞台下我手機 因為我的頭部不讓我收拾電話 不只另一個冷色衫的警員的人 他只是展示一下警員的警員 他拿著警員 然後兩人收拾電話 就說有甚麼進去裏面說 不讓我走 然後我看到有人看到我 被他撞下的 然後我想找他 但他們抓得太大力 立即抓到警員的人裏面 然後逼我進去裏面 然後吹下了我在樓梯的寒煙門出來的那個 然後逼我坐下 但是屈我那個人不斷黏著我 捏著我這樣 不斷說是惡葬他 為甚麼我要做他 說我是不是瘋狂 不斷用粗口拿 然後左右夾擊 黑色衫屈我那個 和黑色衫星星記憶的人 不斷對著我 就是用二語的聲音 是蘇姨的內容 有隔膽呼口 不斷在這裏問我做甚麼 推銷 問我是不是本土派 然後之後 搜了我身上 認識了我的衣服 然後檢查了我身份上 然後搜了我身份上 然後找了我的袋 一問 之後他們就說 問我EAR是否 問我家人是否好 我不是本土派 我說不是本土派 就快點走 之後被我冷靜了一會 然後黑色衫星人都被捏走了 然後還有另一個警員就派來了 好像用一些傳聖的方法 在同學所說 讀書就讀書 就讀書 說出來 他說 這段時間才做幾份 九八八六 內容也有幾份 一兩次 之後 他問另一個女警員 是否已經 弄下我的 銅鐵化地址 然後 他就讓我出去 然後 那個警員又來跟我說 叫我出去 一定要大大聲聲 說 多謝警察 有大聲的話 就祝我回去再打